各位早晨,這些就是我今天的早餐材料 這個是四季豆切了粒 還有雜菜豆 今天是做蜆殼粉 將這些豆豆煮熟 我的早餐完成了 煮四季豆是用了10分鐘 我煮了大概7分鐘之後 把雜菜豆放進去煮 煮多3分鐘 撈起所有豆 把昨晚已經煮好了 又放進冰箱的蜆殼粉 倒進去煮豆的水 煮兩分鐘撈起 放進碗底再鋪上去 完成了今天的早餐 沒有湯的 我打算是放些椰漿 因為昨天做早餐用了些椰漿 但這包椰漿是開了之後 要三天之內吃完 我打算是椰漿撈蜆殼粉 味道應該... 不知道啊 如果你喜歡吃椰子那些 就覺得它好吃 應該那個感覺是會像是吃沙律的 這隻椰漿它真的都幾cream 但椰子味就不是很濃 飲品是南非國寶茶 那我們現在開始吃早餐了 天又好像出太陽 希望需要做戶外工作的朋友 今天工作順利 大家都happy每一日 如果喜歡我的頻道請記得訂閱 祝各位happy每一日 拜拜 我這個用椰漿撈蜆殼粉來吃的方法 如果是喜歡吃沙律那類食物的朋友 應該會幾喜歡的 因為都不錯 我這隻椰漿的椰子味 就不是太濃 我剛才撒些 四季豆吃 就在湯水那裡加了少許鹽 所以鹹味就不夠 我剛才加幾粒鹽去拌勻 就好吃很多 我繼續吃這個 我自己自認為幾有創意 有幾好吃的椰漿蜆殼粉 拜拜